各位弟兄姐妹好 感谢主我们一起可以在线上网上 也可以来敬拜神、服侍神 在今天这个主日的早晨 我们一起来祭祿祝 我们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每逢在主日我们就来到祢的桌子前 来思想到主 祢在徐基加上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牺牲的事情 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三十多年传道 传福音 救人的灵魂 异病赶鬼 而且你更 使在徐基加上 救赎了 人类的所有的罪恋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就是能够得到主 祢自己的劳恕 祢自己的赦免 更透过主祢自己的带死 祢的赎罪 拯救我们 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存着一个感谢的心 虽然我们现在 不是在现场的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 真的是可以在网上线上 也照样的 我们来用我们的心灵 来信仰到主的身体 为我们剥开 主祢的宝学 为我们流出来 就好像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的 病还有悲 是代表主的死 只等到祢的再来 我们存着感谢的信 一起来敬拜祢 祭奠祢的死 还有福和 我们是祢的门徒 我们愿意来跟随祢 服侍祢 尊祢的名为大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早上 我们一起来敬拜 侍奉主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 练一段圣经 来分享 一个 思想一个题目 我先把这个 这个主题跟这个经文 把它打开 让我们看见 好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今天要跟弟兄姐妹 来分享的 这个题目 就是在这里呢 我们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 我们经过这个疫情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进过 还在那个 也是很严重的这个情况底下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会经过的 所以这个疫情经过以后 我们肯定就会盼望 我们肯定就会盼望 未来有一个新的那个世界 警方的来临 一个New World Order 我们大家都可以猜想到 在这个疫情过去以后 我们重新以后的生活跟以前呢 一定有很大的分别 很大的改变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来想想这个题目就是 你和我是不是盼望一个 有一个将来未来的情况 旧的过去了 有一个新的情况出现 这个情况是怎么影响着我们的呢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过去的 这个从三月中 我们就是要所谓的 特别在加州的话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Shelter in Place 居家避疫令 有人说避 躲避的避 有人说是钢区 就钢疫 其实这个我觉得避 躲避差不多了 因为Shelter 就是躲避 避难所 避难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 就避开 尽量不要出去 所以很多 很多做那个 那个医务方面的 医生啊 护士啊 他们就说 我们来服务你们 我为你们来救病人 请你们为我们躲起来 不要跑出来 以免你生病的话呢 就加重了这个意愿的负担 我最近呢 我本来要去一个地方 去领会的 但这个地方呢 就在美国的中部的地方 中部 本来答应要去的 但后来呢 最后决定不能去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的 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 后来我去之前 我让我的大儿子知道我去的地方来做 带一个 带一个什么下 下令会 我的孩子就很紧张 他马上就帮我查 查那个地方的那个那个意义 我瘟疫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 这个也是蛮严重的 这个不简单的 虽然可能没有驾照那么严重 但是如果你是大家聚集的话呢 这个不是很方便的 那我说 有问题呢 我们有那个距离的六次的距离 就算在居家 逼令的期间 我们可以保持距离 还是可以吧 他说不行 我的孩子很紧张 他说不行 因为这个是有危险的 不安全的 而且呢 他在讲个事情 是有点 真的有点对我来讲有点影响 他说我查到 在那个地方 现在有多少人患病 那个医院的里面 已经 都已经差不多到那个饱活的 这个地步了 所以我的儿子跟我说 爸爸最好不要去 如果你要去的话呢 不要病 不要生病 你生病的话呢 可能医院不会收你的 这个真的很厉害的 有一种的 有一种力量跑出来的 所以你看 这个我们在家里面 你觉得从三月中到现在 现在九月初 差不多六个月 六个月 你觉得在这段时间 如何影响你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影响不但是 不但是你的生活 平常上班买菜 你平常怎么去在外面来活动 这个都是比较 当然是都受影响了 我觉得 除了这个外面的这种活动以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影响就是 因为你常常在家里面 你的家人 你的配偶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等等 都在家里面 这五个月 大家怎么来相处啊 夫妻之间 父母儿女之间 我们的关系是更好呢 还是 哎呀这个 原来 真的是 大家都集在一块的话呢 那种 那种什么问题就会跑出来 所以我问大家好 这个居家的 避疫力 对于你的人生 有没有影响 这五个月的里面 不单工作 生活 到外面的活动 而且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跟你的家人 常常在一块的时候 有什么 对于人生 有影响呢 或者说 因为没有 常常往外跑的话 在家里面 我们多一些 比较 安静的时间 怎么来面对家人 面对自己 面对在家里面的生活的时候 让我们的人生 重生 重新 有一些调整 所以今天 我让大家来想想看 就是 经过了这个疫情以后 我们 盼望 将来的日子 上帝怎么来带领我们 我们来看看 今天要看的经文 短短的 我们读几节经文 来给大家一个 思想的机会 大家勉励的机会 在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这里呢 短短的几节经文 我文练出来 三十一节 耶和华说 日子叮造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 犹大家 另立新约 这个是耶和华神说的 他说 很快就会到了 日子要到 我就要与以色列家 还有犹大家 叫做南北国 全国以色列人 另外立一个新的约 你看这里 提到约这个字 就神与人 那个立约 他说立一个新的 旧的 这个不管用了 立一个新的 而且呢 这个话 是耶和华说的 下一节 每一些经文都提到 是神说的 表示这个是神 很看重的 是出于神的 这个很 很权威的 这种的 神的一个命令 三十二节 为什么要立一个新的约呢 他说 不像我拉着他们主中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这个是以前的约 旧约 前约 那个时候呢 他说 我需做他们的丈夫 这个是个比喻 就好像夫妻立约一样 上面说 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然后就说 见识 耶和华说 这个就说出来 为什么神跟他的己民 以色列人说 这个旧的约不行了 虽然好好的立约 他们没有遵守 这个约毁了 违背了 所以 要立一个新的 这个旧的 不行了 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约 而且这个话是耶和华说的 好 我再看下面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看完 我们再把从中的 其中的一个重点 跟大家来比起的 来思想面立 三十三节 你看又来了 耶和华说 那是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旧约过去了 要立个新的约 为什么要立新的 新的跟旧的 有什么分别呢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那个分别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这个约以前 是写在一个石头上面的 那个石板上面 虽然很好 但是放在那里 没人看 没人管 是外调的 就算有千条的律法 没人看的话 有什么用 所以上帝说 现在我要把我的律法 放到里面来 放到里面是什么意思 写在他们心上 这个是非常生动中 用描述的方法 不但放里面 而且是写 不是写在这个几章上面 不是写在这个疲倦上面 他说写在他心里面 这怎么可能写得上去呢 这个是一种描述方法 这个书不是外表的书 是写在你的心里面的 这个真好 写到里面去的话呢 上面就说了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几童 你看这个就是当初神跟以色列人以前第一次立约的时候 出外吉记第十九章 上帝说 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这个是立约里面的 很清楚的话 如果重新再立约 把神的话真的放到里面去的话呢 这个是重新建立这个关系 好,接着经文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师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 那你看这个话 多特别 是不是 因为里面有神的律法 真的用心来跟随神 做神的几名的话呢 从今以后 上帝说 个人不需要来 你教导我,我教导你了 你不需要说你要认识神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 这个是表示什么呢 这个是用形容的描述 是表示人是真心跟随神的 不是外表的 不是外表挂名的做基督徒 挂名的做教徒 没有心里面的那个实际 这个没用的 所以这里呢 所谓的你们就会认识神是指到他真心跟随神的意思 而不是说 从今以后 读圣经也不需要去研究 跟随神也不需要大家互相勉励 我自然而然我就认识神的 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个是指到这个重点说 我们从今以后是真心跟随神 是指这个意思 这并不代表说 从今以后我就认识神了 所以不需要参加崇拜听道了 不需要参加主流学了 不需要参加查经班了 因为我就认识了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强调我们人从今以后就真的跟随神 认识神不是随便便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个结果就是上帝说 我要赏免他们的罪业 不再记恋他们的罪恶 这个就表示上帝的赏免 恩典就会领到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看这个经文 其实很简单的 很简单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过去的种种呢 无论怎么软弱失败 但是只要我们违转过来 上帝就饶恕我们 带我们我新的日子 好不好 在我们一生的里面 我们总会遇上有不同的日子 在你过往的人生的里面 你想想 过往不但是过去五个月六个月 你是不是很怀念过去那五个月 是不是希望还继续下去 有些人说 也不错 因为以前要上班 要堵车的 很堵的交通 现在在家里面上班 这个蛮好的 所以听说根据调偿 很多人说 就不用到那个公司去上班 在家上班就好了 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做法 当然这个有它的好处 但是很多其他生活上面的 这个不方便 而且人员之间没办法接触 我们人是需要与人接触的 在网上这种的来往呢 虽然有很多 那个继续上面的传递 很方便 但是没有来往 就是没机会来碰上面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叫Virtual Virtual什么 就是所谓的虚离的 好像很近 又好像很远 这个真的很特别 所以如果这个过去的五个月 六个月时期 事情过去了 你想忘将来的日子 你想忘吗 有人开玩笑说 将来开放以后 你想干什么 你最想干什么 去看电影 去大餐 请大家一起吃 不需要有限聚令 可以整个桌子一起做 一起吃饭 或者有什么活动 你很想 以前没办法做的 现在重新可以 又来好好的过日子 这个只是一般的 普通的说法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 听说姐妹想的 透过这个经文 我们就想到 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肯定相信 人生里面 遇见什么事情 都必定有上帝的 有允许 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在今天我们遇上的这个瘟疫 其实这个瘟疫是百年一遇 百一百年才能遇上这样大的瘟疫的情况 过往虽然有一些其他小的 什么禽流感 猪流感 香港那个什么 那个SARS都有 但是那个都比较小型的 不算是很厉害那一种 但这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是百年一遇的 所以既然就让你跟我遇上了 这个也是不得已的 不是你要还是不要 但是既然遇上的话呢 相信上帝也会有他自己奇妙的代理 让我们在其中的里面来学习 经过这个疫情以后 以后我怎么工作上班 我怎么与别人相处 我怎么在家里面与我的家人相处 还有在这个经过这段的 多一些时间来反省的机会以后 我怎么过的日子 这些都对于我们很有很有挑战性 所以透过今天这个经文呢 我跟大家就根据那个 刚才所练的经文 我和大家来想一想 就是究竟在过去 现在还有未来的日子的里面 我们可以应该怎样来重新 来调整我们的人生 调整我们的生活 以至于我们 我们怎么来对待自己 我怎么来对待别人 我怎样与我的神 有更好的一个更新的一种关系 第一点 我简单给大家来分享 互相来勉励提醒 第一个呢 在这里神对以色列人说 他们要把以前不好的东西拿走 救的要拿走才应该有新的 你知道吗 往往我们如果是 总是抓住一些旧的不放的话 就没办法更新 有人开玩笑说 你看看你自己家里面 那个切库 那个garage 你就知道有多少东西 已经多了不得了了 如果你还继续不断买新东西 旧的不拿走的话呢 怎么放新东西啊 就堵的都满满的了 是不是 很恐怖的 同样这个几只物极上面的东西 在人生的里面 也一样 如果有很多旧的东西 不好的思想 过去的我伤害别人 别人伤害了我 还有很多一些负面的不好东西 求神帮助我们 要拉掉这些毒素 在不断人生的更新的里面 进步的里面 要除去旧的习惯救喜 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那个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另外另一个新的约 这个约呢 哪是这样 是怎么样呢 这个约就是 他说以前的约呢 他们呢 就是只有外表的 以色列人本来很好的 他们有上帝的殿 但是到上帝的殿 也没用 因为没有真正相神的费感 他们有很好的宗教礼仪 但是空有礼仪 却没有对神的顺服 还有他们有上帝的律法 很清楚高尚的这个法律规定 道德律 很多的法律的规定 他们听是听见了 但是没有对神话语的真正回应 有用吗 没有 所以同样 在第一点上面 上帝说 我的子民 一定要把以往的那种的 没有违转归相 我这种抗 抗拒神的 这种不好的习惯 要把他拿走 哎呀 弟兄姐妹 我们人里面 总是有很多位自己保留 总觉得自己这样好那样好 把握自己 看到对方这样不好那样不好 我们的批评总是批评别人 但是不会批评自己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人没办法进步 不像人是这样 整个社会也是这样 就是说整个国家也是这样 这个是真的 比如说我来这里 用一些简单的 大家来稍微看一看 你看 不单我们个人 不单社会 如果你看到整个的世界的话 现在世界的里面 有很多所谓的强的国家 很多的 不止一个 无论欧洲 无论美国 无论东南亚 很多强大的国家 但是强大的国家好不好 因为国家强大 当然好 没人希望自己的国家是弱的 但是强好不好 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用来干什么 用来卫下别国 争霸权争利益 是不是 不要说别的 你看美国 美国有很强大的军队 这个叫什么 中文叫国防部 英文是什么呢 英文是Defensive Department 是把握自己的 讲得很好听 我是那么强势 把握自己的 我不打人的 讲是这样讲的 有很多的 什么杀人的武器 就是说 这是把握我们自己的 我们从来不打人的 有这回事吗 你出去旷街的时候 我常常有时候到外面去 跟我师母到外面旷街 我的师母最不喜欢那些人 他就出来放狗的时候 没有拿一个行子 没有把他拉住这个狗 让那个狗随便来跑 而且那个狗不是小狗 是大的狗 很充满的狗 爬了跑去 这个很怕人的 很吓人的 但是每逢遇到这个情况底下 那个狗的主人就说 Don't be afraid My dog never, never, never hurt people 不要怕 我的狗从来不咬人的 这个主人常常这样说的 不用怕 你搞错了 我的狗很好的 不咬人的 常常很多人就被狗咬到了 你看这个军事 他们说是把握自己的 强大了以后 就会抢别人的 就会打别人的 政治外交很灵活的 但是越来越多 这些政治外交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来 什么勾心斗角 都是 大家想想看 是有什么的心 心强 心强在里面呢 过歪鬼态 忽不信呢 还有 这个国家不但军事力量强 政治外交很灵活 而且呢 经济就非常的繁荣 这个是好的 果民的收入 这个是GP 什么 这个是GP GP 这个非常好吗 是不是 这个 但是当一个社会的国家 本来是很好的经济繁荣 但是 当人越来越富足的时候呢 人心会变得更加的贪婪 还有不满足 更令到这个贫富旋殊 这个是人 实在的情况 所以你看 在过去的整个世界历史的里面 看到无论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国家 从人类的历史到现在 是不是 都是打来打去 兜来兜去 贪来贪去 是不是 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以为自己 哎呀 现在这个世界很进步 我们的那个各方面都很繁荣的时候 没有想到 忽然之间 来一个百年一遇的 什么事情 新冠状 病毒 这个叫 New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真的是 我们刚刚发生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知道那么严重 很多人还以为说 哎呀 这个就是 就像我们每一年的流感一样 每一年在美国 这个流感也死了成千上万人的 有什么了不起 你看看 有什么了不起 在美国 到目前为止 既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九月 多少人缺诊呢 缺诊是六百多万 死了十八万 在美国 这个全世界确诊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但是呢 确诊是最多的 哎呀 真令人觉得叹息 现在 第二个最多确诊的国家呢 就是印度 这个非常恐怖了 还有再下来呢 就是在整个南美洲 在巴西 阿根廷那些地方还继续在蔓延 你看 单单我们住在这个加州的话呢 就已经有 是吧 多少人居住呢 七十多万 七十二万 七千人 死亡的一万三千多人 在加州啊 就是你跟我现在住的地方 还有呢 在这个全世界的话呢 更不得了 就是整个人呢 有两千六百多万 两千六百万 死亡的 八十七万 这个太过恐怖了 这个是百年一遇的 好像我们大家都觉得 真的是防不胜防 就真的是没办法预料到的 就操手不及了 其实呢 这种的瘟疫的情况 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给大家看看 你要知道 原来这种这样严重的这个瘟疫啊 是一百年前曾经发生过的 1918年 所以现在距离我们2019呢 就刚好一百年了 一百年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流感叫什么 西班牙流感 那个时候就非常古远 一百年前 所以当时呢 你知道死亡的人呢 有五千万 厉害了吧 这个太恐怖了 这个是死亡啊 不是单单确诊啊 死亡有五千多万 在美国也有六十多万 哇 这个太厉害了 但是这个疫情过去以后呢 大家忘记了 因为一百年前 而且那个时候 那个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那个统计没有那么的 现在那么的明确 所以当时很多人死了以后 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死 这个病是什么病都搞不清楚 想不到一百年后 现在又来发生了 你看 这个2002到2004 SARS 2003年 如果去香港来的人呢 就会知道 哦这个是 谈苦 谈苦 老苦的苦 失变 因为香港人有这个经验 所以今年 去年 19年的时候 开警发生的时候呢 哦 就知道 这个是不简单的 所以呢 香港的人呢 就是马上戴口罩 就知道要防范 但是欧洲 美国的人呢 哎 觉得没事 掉以轻心 所以那么严重 你看 你看什么 H1N1啊 什么猪流感啊 一大堆 非洲的 什么伊波拉的这个病毒 现在呢 这个所谓的新冠状病毒 就来了 所以想想看 这些问题啊 就能让我们想到 今天的人类社会 进步吗 是进步啊 还是不进步啊 为什么以前呢 一直都有那么多的病 但是我们还没有去 好好防范呢 我们很多繁荣的那个 什么那个 那个机缘啊 为什么不 用更多的机缘 来做那个医疗方面 建一些意愿 做一个防疫的事情 但是 我们 全世界的人类 老实来说的话 不是没有那个机缘的 而是把机缘呢 放在什么地方啊 放在军事的里面 放在政治的里面 放在那个呢 就是那个拼命的追求物质的文明 享受放纵那个里面 有没有把那个真正好的机缘 放在医疗上面 教育上面 民生上面 所以 从这个里面会就看到 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人类啊 已经经过了那么多年 一百年前发生过 现在又来一次 会不会这一次 能够痛定 心痛 真的要好好的来 反省 我们还是一味的 追求 霸权 追求 经济的文明 用那个政治等等的来 你骗我 我骗你 你欺负我 我欺负你吗 这个是国家之间 国与国是这样 人缘是这样 我们 作为属神的人 从其中的里面 我们可以什么一些 对我们的反省 和领悟呢 所以上帝说 要除去 那个旧的习惯 这个旧的习惯不行的了 除了很多的 所谓的 人意道德 神的律法只是听听而已 没有真正能够 明白 真正能够遵行 没有变成是一种 变成是你自己 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的话呢 对我们没有帮助 所以下面 马上就讲这个事情 就是要除去 那个不好的 要承认过去的不好 要立定性质 然后让神在我们身上 来做一个改变的工作 所以上帝说 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好了 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才能够真正说 我们认识神 我们去跟随神 这个就是那个 重点的所在 如果没有 诚心的匪改 围装的话 没办法能够有空间 能够让神的话 让神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来带领我们 能够往前走 救的不去 心的不来 看不到过去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没办法能够有改变 能够有更新的生命 所以这里 上帝说 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 你们的里面 放在你们的心上 这个是耶利语书 很清楚告诉我们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在这个以信解书36章 其实也有类似的经文 其实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他其实把这个意思 从不同的角度更详细 再补充讲一下 让我们更加丰富一点 了解到什么才算 真正能够生命改变 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人生进步 上帝说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 是不是 刚才耶利语书不是说新的愿吗 现在说新的心 上帝把新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这个真好 这个描述非常的生动 而且要从你们的肉体中 除掉那个什么心? 石心 这个石头的 刚硬的 铁石心肠 拿走 赐给你们肉的心 柔软的 还有 又将我的灵放在你们 使你们能够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循我的典章 然后你们就可以住在 我是个你们列祖基地 你们要做我的己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看这句话又跑出来 所以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所谓列新的乐 把神的话 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话 就表示我们重新以后 有个新的心 新的灵 不再硬心 而是柔软的 来接受圣灵的感动 神的话语的带领 如果这种的改变 是指到什么呢? 如果 再简单一点的话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指到 一个信仰 千万不要外表化 或者说是硬化 硬硬的 或者说僵化 僵硬的 没用的 外表好像很虔诚 外表是好像一个好人 正恩君子 那到底里面 有没有一个真正的 理外一致的生命呢? 所以这个心是指到 就是在里面 从理到外 是全新的 不断的更新改变 我们做基督徒 不是说一撒间 马上就能够到到一个最完美的地步 但是重点是指到说 我们能够不断的进步 理外一致 把信仰更内在化 不是做给人看的 是里面外面都能够一贯一致 这个才是对我们人生有帮助 你明显一个人 做什么事情 他只做给你看 这个没用 是不是? 你叫他明显做的事情 指在外表 随非他是自动的 自愿的 从心里面愿意来做 而且还 这样做的话 就觉得越来越做得好 而且越习惯 越觉得做这些事情 不但是做在外面上面 而且更是对我里面 整个人生都改变 而且更络于去遵行去做 哎呀 这样你才会觉得这个是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是需要上帝的怜悯 让我们有个决心 有个改变 而且还不断的操练 还有进步 这种是需要时间的 这种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是第二步 第二部分 上帝说 上帝说要把我们的信仰 里外一致 内在化 真正心里面来跟随神 认识神 这样你做的话呢 他上面就讲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上帝说 上帝说 我就赦免他们的罪恋 不再记恋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尔瓦说的 你看这个就是 我们跟随神 我们有信仰的人 是真心真意跟随神的人 我们有很大的收获 是什么呢 我就常常问 他就常常问我自己 问别人 你跟随神 你跟随耶稣 你信神 到底上帝给你什么好处呢 是不是给你高官 后绝 升官 发财呢 我意思不信说 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赚大钱 不能够做高官 这个也不是坏事情 如果上帝给你有机会做的话 要好好的做 透过你的工作 职位 你的经济能力 不但你自己可以享受上帝恩典 你可以用这些来帮助一些 没有像你那么信仰 帮助别人 这个是好的 但是我们跟随神的话 其实那个最大的好处 不是上帝给你一些 外表的这个丰富 更重要就是 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 上帝在我人生的里面 不断的把我过去的救我拿走 心里面不断的更新 以及我能够不断的得到上帝的饶恕 上帝能够逃走我的生命 哎呀 人生的里面 能够不要被这个罪弹压住我们的人生 过一个健康快乐 正面光明的人生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上帝祝福的这种人生 这种人生才是有福的 发带财不一定有福的 有很多的权利也不一定有福的 但是一个心灵健康的人 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一个能够能够对神对人对自己 都能够真的是坦坦荡荡的 能够过人生的人生 这种人才是真正是快乐的 真正有那种的把握 有一种觉得是个真实感的 不是虚荣感的 所以当上帝说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泄缘他们 我就饶恕他们 这个事不单是指到上帝的泄眠 而是指到经过泄眠 这个是一种人生的经历 这个不是说我常常犯罪 上帝就说饶恕你 不是轻轻淡淡讲一下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里所指到是指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 人是会软弱的 但是软弱的里面 我们不干预软弱 我们能够肥皱 违转 就可以进步 所以这个不断的饶恕 不断的更新 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 所以基督徒 人生在世 在这个社会 在那个 这个 在任何的地方 我们都能够 依靠神的缘故 可以活在其中 却不要被这个 这个大揽缸 这不好的东西 风俗习惯把我们吞了去 把我们融化 我们要活在他们当中 活在世上 不认识 这个道德的 没有创造主的那种的 他的律力 他的规律的 就能做出很多坏性出来 为了自己的目的 利益 不担手段 去侵害别人 更恐怕就是 人犯罪 但是 神给我们有救恩的机会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自己的犯罪 能够悔改的话 上帝还可以来改变我的人生 改变你的人生 但是 明明有上帝的救恩 但是他们却不承认 不接受 不肯悔改 所以 连神的救恩都拒绝的话 哎呀 这个就没有希望 所以 到今天 你想想看 我们经过了半年以来的 这种的 这个是一百年才抑郁的 这种那么严重的 这个世界的危机 这个是不但很多人死亡 很多人 他病患身体坏了 很多人 经济生活财产 受到严重的打击 哎呀 我们人是不是应该 要明白到 我们要归向神 这个世界不要再自我毁灭 要悬崖热马 违规真神 认识真神 有爱全人类 大家分享资源 谦卑为转 重建 整全健康的人生 和 人类的社会 你想想看 这个新界各国 经过疫情以后 大家是不是更团结呢 还是不是 经过疫情以后 又另外一个局面 又继续在你争我夺呢 这个就是今天 人类的可怕 人类的可悲 国家 社会 人类 都是在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这个就是末世的里面的意义 这个现象 在末日的现象 人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太恐怖了 太可悲 所以这一次 在这个疫情 那么严重的里面 引致那么多的那个冲击 人类 我们今天 能够从其中 能不能够痛定 试痛 从失败中 学习教训 重新盼望 未来 有没有更新的机会 所以 无论是 大致整个国家 社会 小致 我们个人 我们的家庭 无论大我 小我 当疫情过去以后 你的人生会有 能不能够 破苦 请走 求神光照我们 凡是我们的人生 把这个旧的拿走 新生命的改变 而且能够 真能够活出一个 实实在在的人生 不要骗自己 不要骗别人 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人生 得到上帝 赏免 安待 引导 以示范的人生 更加能够 迎向光明 当人生 面对太阳的时候 当你面对光明的时候 不再躲在黑暗里面 来继续犯罪的话 你人生面对光明 那个光照着你 那个黑影就远远在背后 那个黑暗就离开我们 就跑掉了 因为你面对光明 人生就越早越明明 那个黑暗就远离我们 求求帮助 我们盼望一个新我 新的世界的来临 在我个人做起 在我们的社会的环境当中 在我们的国家的里面 在整个世界的里面 为自己 为别人祷告 求神 让这个世界 这个阶磁 沉重的 这种的一种打击以后 我要认识神 归向神 不要再违背 上帝的记忆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为了以上 主里话语的宝贝 因为你 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成名 说 帮我们违转归向你的时候 你就会 真的愿意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把你又正又活的 能够救人灵魂的 你自己的话语 你自己的律例典章 放在我们心中 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甘愿 能够很自愿的 来跟随你 服侍你 而且 越是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越是能够健康快乐 越走得轻松 我们恳求主带你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教会 也帮助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在整个世界 都能归向真神 让神能够你的救恩 能够领到更多的人身上 改变更多的生命 也特别帮助 那些在疫情当中 很多 还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的 很多的国家跟人民 求神怜悯他们 也帮助 那些比较有能力的国家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帮助别人 能够对别人有 真的是带来盼望 带来机会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